大家好, 又是我Petty 和大家介紹樓盤的時間 今次介紹南塘道一個鳳凰樓層的單位 四房一套, 還有三個洗手間 不如現在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紀念閣位於比亞道和南塘道交界對上 只有一座, 並只提供十二個單位 這裡再上沿著司徒拔道, 向西行駛五分鐘就到金鐘 而往南行駛8分鐘就到南區的黃竹坑CBD 鄰近就是馬利曼中學以及法國國際學校 當然也屬於著名的灣仔區下網 交通服務也很方便, 1M巴士來往上跑馬地 以及灣仔匯展站 19和19P巴士來往跑馬地上路 以及小西灣或者沙基灣 A17巴士由機場經上跑馬地往深灣淫艇會 5號小巴來往銅鑼灣SOGO指香港仔 蒲日屋由手邊就是一個大廚房 上面積總共有1304呎 一個大家庭的廚房當然要有足夠的空間 去容納四至六人 出道平台又是另一片天地了 究竟應該擴大廚房範圍加一個早餐區 還是打造一個小花園號呢? 希望有機會告訴我你的想法 雜物或工人房, 旁邊還有一個浴室 喜歡私隱道夫可以住這間睡房 旁邊就是洗手間連浴室 第二間睡房一樣闊大 以翠綠樹景為主 第三間房間是套房 闊大之餘已經有兩個入場衣櫃 景色亦都同樣優美 更加有套屎 因為樓底高 護主可以打造暗櫃 來到第四間房間 來到第四間房間 闊落光亮之餘 最大的賣點就是你的美景 客飯廳闊落 雖然裝修已經過市 但因為樓底高光亮多窗 整體感覺都很舒服 連同單位已經入契的車位 非常近大堂 出入方便 地段階, 廳大, 房大, 擴闊想像空間 還連一個長車位 這個單位會不會是你的理想居所呢? 有興趣看樓就看我了 拜拜